大家好,欢迎观看千锋UI设计学院的Adobe Photoshop CC2019基础课程 我是本套课程的主角老师知识 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将学习一下加深简单工具 那首先它在工具栏中的位置呢是在这里 同组工具还有海绵工具 它们的快捷键呢都是O 然后加深简单工具的话呢 它们也是和画笔有着同样的属性 是具有这样的笔刷的 那左右这块号键呢是可以调整这个笔刷的大小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简单工具 简单工具和加深工具它都有一个范围 这里呢是它的作用范围 那我们一张图像上呢它有高光的地方 有阴影的地方 那么还有中间调的一个地方 这里呢就是你选择去选择你的作用范围的 那比如说我们选择高光 选择高光的范围 然后曝光度呢就是它的一个作用程度 作用程度 曝光度越大它作用程度就越高啊 它出来的效果就会越明显 那我们呢简单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就是提亮画面中的这个这一部分的 它是局部去给它做一个提亮 那我们先Ctrl加高复制出来这个素材图 比如说你在这一部分 我们给它画一笔 它用的是高光 那你看它是不是整体就有提亮 对不对 整体就有提亮 那你看你在这树上去作用它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是效果不明显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啊 你现在选择的是高光 那如果说你选择的是阴影的话啊 你在这个树上去图 它是不是有明显了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符合它的作用范围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中间调这里 中间调的话呢 它就不分高光阴影啊 你整体的话 它都可以去做一个体亮啊 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作用范围啊 曝光度是它的一个作用程度 这是我们体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加深 加深的话呢 就是让它变暗 其实比如说我们还是在这张图中啊 给它中间调 我就不分高光和阴影的部分了 中间调啊 都去给它整体加深 你看它是不是画面就变暗了 对吧 就有变暗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加深和简单啊 然后我们下面呢 利用加深简单工具呢 去做一个立体的小球 大家来理解一下啊 首先我们去新建一个文档 在这里的画布 大家可以随意去设置它啊 我们只是给大家去举个例子 好稍等一下 OK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小 接下来呢 我用这个图圆工具啊 画两个圆形 好我先删一下 因为我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路径 对不对 我要给它改成形状 画两个圆 呃画一个圆吧 我们先改成 把它颜色改成一个中性灰 中性灰就是中间这个 中性灰 大家可以记一下它的16金句值啊 808080或者是记一下它的RGB值都是128 这是中性灰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这样去复制两个啊 复制一个 然后它现在呢 就是两个圆了 我们一个作为参考 一个呢 去给它画一个立体的啊 就用加深和显弹工具 那首先我们将右侧的这个圆形 先右键给它删格化图层 之后呢 你去选择 诶这个简单工具 我们先简单工具 我把它的曝光度先小一些 先小一些 你看我在这个灰色上去图 诶那么这一部分 它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理啊 对吧 这一块就变量了啊 就有变量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加深 看一下 在它这左上角这一块啊 去给它做一个加深 让它黑一点 右下角的话呢 也是 给它去加深一些 曝光度有点太强了啊 我们刚刚应该调整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变量的地方呢 再给它去加强一些 再强一些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由 诶它是不是就是一个立体的一个小球了 对吧 由我们左侧的这个 呃 扁平呢啊 然后变成一个立体的一个小球的一个效果 用的就是咱们加深简单工具啊 我们做小球不是目的 目的呢 就是让大家去理解一下 简单就可以去提亮 加深的话呢 就可以去给它变暗 之后你像是这种图 我们把这个图层先删掉 呃 对这张图呢 我们再去砍出加勾复制一层 你像你可以用简单工具 给它这个 把这个呃 咱们的这个层次感加强一些 对比加强一些 好 选择高光 把它这些地方都给它加亮一点 好 大家来看一下啊 对比之前之后 对吧 呃 再有的话呢 你像下方这里可以去给它提亮一些 这些细节 啊 光周围的这些被照亮的地方 好了 看一下啊 之前之后 对吧 这一块就亮起来了 然后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周围的地方呀 去给它变 加暗 就让它整体变得更加深邃 把曝光度调小 啊 你看这些部分 都给它变暗 好 大家看一下 对比是不是就有加强 然后之后呢 就是一些细节啊 就比如说这一块 大家也是可以适当的给它提亮 然后有些地方啊 就是该变暗的地方呢 我们要去给它压暗 啊 压暗 那么整体呢 它的一个对比呢 就会加强一些 对吧 好 那么这是咱们今天讲的 加深和解难工具啊 课下的话呢 大家也是去真正的自己体会一下 今天的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同学们拜拜 拜拜